你还看不出来呀 人家呀 喜欢的就是你 你还在这儿瞎凑什么呀 你可真是的 我到那边富士店 去买碗挂面 拌筋肉 你帮我排下队 我排不过来 都几点了 你还去呀 出来就晚 太晚了怎么去调查呀 稍微等一会儿 不碍事的 走吧 走吧 谢谢啊 没事 我还挺新鲜的 这不是我的刀 还这么快 对呀 你看今天这个就晚了 这是我的风景 谢谢啊 没事 我还挺新鲜的 别挤啊 别挤啊 排队啊 都排队啊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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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拿二斤挂面 给 您的挂面 客长买完了 买回来了 把这个装上 客长 菜买回来了 这肉也就可以 客长 这都几点了 咱还能去吗 你看看 上面安排咱们的事啊 该去就得去 好吧 走吧 说真的 我还从来没到九四一厂来过呢 我也一样 你看看 我抄的 来来来来 我这也抄的鸡手 你看 请查来了 请查来了 请查啊 元军 你看 这就是车床 你看这个 这就是驾工的囊件 到底是训练有素啊 鼻子那么尖 都跑这儿来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们在讨论技术问题呢 我知道大家都在这儿 我没想打扰你们 我到这儿来啊 是我们的工作 没有其他的意思 大家要彼此尊重一些 想要尊重啊 自己干点尊重人家 你别拉我 警察在哪儿呢 周志明 你怎么在这儿啊 安城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也在这儿上班啊 科长 这是小时候我家的邻居安城 文革开始的时候 就失去联系了 好 您好 安城 我禁断 厂团委呢 志明 你到公安局工作了 还好 到厂里来这日 想 想 幸福 算了吧 行了 没事 散了散了散了 大家工作去吧 志明 你爸爸怎么样了 还好 走 到我办公室坐坐 多少年不见了 我爸我妈呀 老是挂着你们人俩 好 科长 你看 行 咱们到团委坐坐 行 走 走 要了解什么情况 问我就行啊 你好 走 来来来 坐 请坐 坐啊 坐 坐 坐 你这办公室不错啊 安城大哥 什么时候到这个厂里的 我这插队回来呀 就进工厂了 我不像你呀 一下子就进了公安局 靠靠在上的 志明啊 你以前可是院里最弱的 好家伙 当警察了 没想到啊 我说 你这盆花不错呀 来 喝水 怎么养的 我那盆怎么养不好啊 动不动就黄叶了 施肥了吗 施肥呀 擒着呢 八成啊 是你的肥失多了 这花啊 多半是让人爱死的 你们厂那个女的谁呀 她怎么说话那么冲啊 她呀 是我们厂的仓库保管员 属于性格比较特殊的那种人 你认识她 我 我可不认识 不过她那张嘴挺厉害的 是吗 其实这事啊 哪用得着你们来调查呀 年轻人嘛 闲着没事 厂里啊 就让我牵头组织个诗歌朗诵会 这事怎么传到你们那去了 谢谢啊 不客气 再见 谢谢你啊 再见 明天晚上我们厂礼堂放电影 好看 我有票 想不想看 好啊 我正好没看过呢 来 给你两张 有女朋友吗 带电话去 行啊 今天可真够悬的 你看那些工人火气挺大的 我说两位公安啊 今天都看到什么了 看见什么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什么都没看见 知道吗 回去以后啊别瞎说 什么诗词词的 什么都没看见 明白了 那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还没开窍啊 不开窍怎么了 那不是也是你教的吗 我不跟你们俩说了啊 跟你们不同路 我先走了 慢点啊 客长 中午上哪吃饭 我能去哪吃啊 回家吃呗 那下午几点来 下午 对了 你下午不是看你爸爸去吗 要抓紧时间呢 对了 你交女朋友没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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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跟我不老实 我干了半辈子的侦查工作了 就你这点小事我还看不出来啊 晚上看店的同座是谁啊 刚认识的还谈不上 姑娘人怎么样 家里呢 她爸爸叫施万云 是原来咱们市的政法委书记 施万云的女儿 施万 按说你们年轻人搞对象的事 我当科长的不应该管 你这事吗 好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美女爱英雄的故事 这个美女就是你嫂子 英雄就是本科长 当年你嫂子坐公公汽车 钱包没了 我当时就在车上 我拿眼一嫂 那小子人五人六的站在那儿 肯定是她 我过去咔嚓一拧 钱包掏出来 交给你嫂子 你嫂子一看我 傻了 心里说这小伙子真帅气啊 从此她就爱上我了 当时你嫂子 是一个年轻的小工人 我是一个年轻的普通的小警察 应当说是门当户对 怎么样 年轻人搞对象 要有个谱 你说什么她能听得懂 她说什么 你好 听完了 你得理解 明白我意思吗 好 好 琢磨琢磨吧 琢磨琢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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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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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用的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我怎么 我怎么觉得你 感觉 感觉你突然一下子 一下子 是不是很有思想啊 我觉得呀 说是人类进步的节题这话特别有道理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心思去读书 再这样下去太悲哀了 算了 萌萌 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伤感啊 好了 我听你的话 一定多看一些书 多读一些书 行了吧 萌萌 我想 你想说什么 我想 咱们两个 亲一下 你看你让别人看见多不好 都这么晚了 哪有人啊 一个人都没有 我亲你可以 你不许亲我 来 谢谢你送我回来 没事 我也得谢谢你 让一个冷酷的警察送你回来呢 再见 再见 你还会再来吗 你姐姐不是讨厌警察吗 你又不是跟她好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拿一个碗头 求你点事啊 帮个忙行吗 行 说吧 你给我一个 我呀 给我爸妈买了好多东西 想送到火车站 突然带到北清去 好 谢谢 可是我不会骑平板车 你帮我一块儿送就怎么样 县城的平板车 我姑妈的院子里就有 行啊 什么时候 后天晚上吧 我认识那趟车的列车站 好 谢谢 后天晚上 后天晚上我有事 你就推了吧 不行 后天晚上真有事 那我不管 是我先约的 我跟人家早约好了 是什么 人家 是谁啊 是石萧萌 行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 你宋战的事啊 去找小路 你找他办事 他准高兴 好 我先走了 好 爸 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周叔叔 安城 好久不见了 长结实了啊 是吧 爸 你忘了 他小的时候就很结实 快坐坐坐 爸 你看 他给你买这么多水果 快给安城拿香蕉吃 别忙活了 周叔叔 我是来看看您 这么多年不见了 我爸妈都挺惦记您的 周伯 巧了 碰见志明了 你父母身体好吧 身体还行 就是心情好像不太好 对了 我听志明说 您住院也挺长时间了 感觉好些了吗 我这个病啊 也就是这样了 安城 我听志明说 你插队回来就进了工厂 是啊 你父母原先希望你能读大学 是 你爸爸呀 是我们南州大学最好的物理老师 你妈妈的课讲得也不错 可惜呀 字不能成副意 你和志明你们这代青年人 接受的教育是有欠缺的 爸 这些话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现在安城大哥一来 怎么都跟他说了 哎呀 你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 他虽然大你几岁 到底是一代人 我天天看着你就算了 安城好久不见了 当然有所感慨啊 是吧 志明啊 你爸爸说得对 不过啊 周叔叔 我道古农村 现在又进了工厂 原来关在大学那个县崖塔里 精力可多多了 我觉得人民的多数 必定还是工农啊 不了解他们 等于不了解这个国家 哎 志明啊 你看安城成熟多了 说得对 安城啊 你要多帮助志明 他总像个孩子 周叔叔 志明可是警察 比我们的觉悟啊高 是啊 爸 你老这么看着我 我什么时候能成人啊 好好好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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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城啊 你成家了吗 去年结的婚 你爸爸确实老了 是啊 他心情一直不好 这次发病又比较重 这么一拖就更不行了 你爸为了你 什么都无所谓了 这么多年就一个人 为了你啊 既没工作 又没个说话的人 他现在身体不好 没事干 所以心情就不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们那一带过来的人 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那天葱们场回去 没什么事吧 你们科长人不错呀 他是老侦察员了 工作上有时候 就像个老大哥 许多事情他心里都明白 我跟你说啊 志明 最近每天晚上 我们厂的工人 都聚在一起 朗诵诗歌 在什么地方 怎么 你们要行动啊 你别紧张 我随便问问 你啊 是职业病 我是职业防备 朗诵嘛 有时候在车间 不过多数时候 是在大家家里 今天晚上就有 你来不来 好啊 在哪儿 十几红家 走啊 来 炎君 怎么样 去不去啊 你也想闹事去啊 咱们处明天说不定还有任务呢 咱们应该去熟悉一下现场 没你那么积极 告诉你 志明 你去不去啊 我不去了 我还有急事呢 明天早起啊 我还要去趟医院呢 我先走了啊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培养这么多年了吗 志明 以后再遇案子不能光看表面 初人啊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在这儿蹲了一上午 一个坏人也没看着 我让大臣小洛他们在这儿 我们吃完饭也再过去 你们俩在这儿敌我什么呢 这干什么呢 我把须邦城的案子 拿出来重新琢磨琢磨 处长 我觉得须邦城这个案子的底线 还在南州市 搞不好啊 这个案子要挂一辈子 段兴裕啊 段兴裕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看看 我这头发都说掉了多少 明天 你们磕 还是到市中心邮局去布空 把照片带上 先拍照 好 科长 真的要用相机啊 这招够狠的 我估计这相机 行 这事你就甭管了 志明 你去医院看看你父亲 爸 又流鼻血了 没事 你吃饭了吗 吃了 慢点 我来 我来 我看你是不是有点累了 看你们已经拿财的 没事 怎么了 爸 真的没什么 那你和谁闹矛盾了 是小萌 爸 没有 您就别乱想了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是 爸 我今天有任务 那就快去吧 爸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作为一个警察 你有你的职责 要做事问心无愧 你 爸爸呀 还是那句话 可不能让人家 支持咱的脊梁骨吗 爸 你去吧 爸 那我就走了 您也早点休息吧 来 我给您盖上 好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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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的 你看我都会盗了没有 我给您查一下 这 这是我的 您的已经盗了 好好好 谢谢啊 您的那个车有请 好 下一位 您再帮我查一查 小陆 你这么早就来了 我也刚来一会儿 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 就是啊 来发信的多 有的小孩来买邮票 有的单位来盯报纸 行了 咱们就在这盯着吧 好 我跟你说 这个窗口太小了 咱们俩都凑在这儿 太费劲 干脆啊 你在这儿盯着 我去大厅转一转 你呢 主要是看他们寄信的种类 监局长交代了 看见可疑的人呢 先拍照 你还真拍啊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这东西可好了 像咱们前几次傻跟着那哪行啊 我去了啊 小伙子 我那个包裹什么时候才到啊 您稍等一下 马上就搬到啊 好 帮您 帮您查一下 说一下 下一个 好 这是您的 您再帮我好好查一下 这是您的包裹吧 来 给您 阿姨笑 pipe 下一位 好 这是您的 您的帮我好好查一下 这是您的包裹吧 来 给您 赵志明 赵志明 你看 刚贴上他 志明 你看 就是那个人 你瞧 这是我刚撕下来的证据 咱俩一起来 我来主绍 你来副绍 别让这小子跑了 瞧 那儿贴了一张 我怎么看这个人 好像有点毛病啊 不可能 他要是有毛病啊 他干吗 还鬼鬼神仙呢 跟上 你看 你看 我都听着这些人 小周 你别离我这么近哪 你看他 就是个傻子嘛 不可能 你看 又贴一张 走 走 立心胡同十八号 走 这人三十多岁吧 三十多岁 我都照下来了 你看 这是我撕下来的证据 你看是这人吗 没错 就是他 他有病 神经病 傻子 不 不可能 他到处仗帖反动标语 人赃俱祸啊 现在 他就这毛病 爱学别人 准时看着别人都在那贴诗词 他还想贴点什么 你们不会干了他一天吧 傻子 你们赶紧控制起来呀 这不影响我们工作吗 你知道我们跟这多费劲啊 又不是我让你们跟的 他也不是武疯子 我总不能不让他上街吧 你们武处的 不都挺有经验的吗 怎么连个傻子也看不出来啊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我们挺有经验啊 谢谢啊 我们就回去了 这人是傻子 走走走 都回去 看着你点不像嘛 少说两句吧 算了 在哪都待着 还不如出来溜达一圈呢 我这人飞镖啊 干外线还真不灵 累惨了 幸亏拍了几张有价值的照片 否则真交不了差呢 行啊 小路 手不快的 我可是一无所获啊 不是我跟你吹牛啊 我拍这个绝对专业 全景交代事件和人物关系 近景和大特 只要是让我拍上 无一漏网 你就吹吧 还无一漏网呢 是无一漏网吧 照片啊 冲出来你就知道了 你真的拍到他的样子了吗 你别撕啊 怎么了 能报销 报 报什么销啊 你真是 你真是 志明啊 等等我 我跟你说啊 要不 你把这个胶卷冲出来吧 待会儿开会的时候 正好给大家看看 你放心 这功劳由你一半怎么样 够意思吧 什么够意思啊 我看你啊 就是懒 好 小子 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那我自己去 行行行行 我去行了吧 那我先去暗房了 你跟处长说一声啊 放心吧 报告 又要站过我 你怎么才回来啊 幼局那边有点情况 我跟周志明盯了一会儿 难怪做不出成绩啊 发现了问题 为什么就不动过睡落石珠呢 我最后患一下 你不再会做不动了 你把我做会儿 你怎么做不动 你不要坐好 你呢 你睡觉 我你们也看了 我一点点心 你来着这个 我 诗季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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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